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控制晶的高矮只有一对 只有大T跟小T 这两种等位基因 而在多基因遗传的话 控制高矮不是只有一对 是由两对以上的等位基因所控制 老师多基因遗传就写这样子 这是孟特当时他没有发现到的 他可能控制高矮可能有 比如说这一对等位基因 大A小A 大B小B 甚至有第三对 大C小C等等 来控制一个性状 所以多基因遗传 基因型的种类比较多 表现型也会比较多 所以老师问你 如果人类的身高遗传 跟孟特遗传的实验相同的话 则人类的身高会有几种 那就只有高跟矮 在孟特遗传法则里面 高的话就大T大T 大T小T 矮的话就小T小T 所以人类身高就两种 高跟矮 那如果是中间型遗传的时候 叫半显性 那就会有高 还有中间的 还有矮的 这是中间型遗传 会有三种表现型 那如果是多基因遗传的话 表现型就会很多了 会呈现一个连续性的分布 同理 那如果讲到智商的话 如果智商是一种 中间型遗传的时候 那人类的智商就有三种 一种是天才 一种是蠢才 还有介于中间的庸才 好 所以这里我们画一下 多基因遗传的定义 是由两对以上的 对有基因 所决定一个性状 而这些等位基因 它可能是位在 不同的染色体上 比如刚刚这边讲的 这对染色体的 大A小A在这里 然后另外一对染色体 比如大B小B是在这里 好 再来第二点 每一对等位基因 对于性状的表现 有相等的影响力 比如说显性基因 如果越多 以这个而言 显性基因越多 大A大B大C 越多的话 那就会越高 相反的 如果隐性基因越多 它就越矮 所以这些影响 是可以累加的 我们就称为量的遗传 所谓量的遗传 就是显性基因的数量 可以决定表征 但老师这边先提一下 以后选择生物会学到 我们事实上 在自然界中的生物 多基因遗传的表现 是更复杂的 其实每个显性基因的表现 没有相等的影响 有时候会这样子 比如说这一对 大A大A 小B小B 小C小C 有两个显性的基因 另外一组 大A小A 大B小B 小C小C 也有两个显性的基因 那如果说 每个显性的基因 对性状的表现 都相等的话 那这两组 不同的基因型 它的表征是一样的 因为都有两个显性基因 但通常不是这样子 有可能这样子 一个A显性基因 它对性状的表现 比B还要强 比如说 一个A的表现 等于两个B的表现 所以这两个基因型不一样 表现型就不一样了 那也有可能这样子 有两个显性基因 A 它的表现型 不如显性基因不一样的 大A跟小B 也就大A跟小B 累加起来的影响力 比两个显性的A 还要大 所以自然界的 多基因遗传 变化会更复杂 好 再来第三点 我们族群中 不同表征 就表现型 出现的频率 长成一个中型的 常态分布曲线 比如说什么呢 我们的身高 体重 智力 肤色 还有植物中 果实的重量等等 都会呈现这种 常态分布的曲线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两个清代 大A 小A 大B 小B 大C 小C 这样做 自交 因为这基因型都一样 自交之后 最多有几个显性基因 123 456 最多会有六个显性基因 如果说分配的时候 都取到这个 小A 小B 小C 所以最少是零个显性基因 在这里 最多如果取到六个显性基因的时候 这个图是肤色 肤色会比较黑 这个几率怎么算呢 后面老师会用例子来解释 得到全部六个显性基因 几率最低 重坐标出现的几率就比较低 那如果六个全部都是隐性的 都是小血的 A B C 出现的几率也会比较低 在这里 然后如果刚好拿到一半 有三个显性的基因 出现的几率最高 所以在这里 所以你看 这是对称的 这个几率最低 这两个几率一样 这两个几率一样 所以中间的时候 几率最高 所以我们的肤色啊 身高 体重 自力等等 只要是多基因遗传 大部分都会符合中型的常态分布曲线 中间表型的量会最多 出现的几率最高 照片看第五点 以人类身高为例 身高是由四对基因所控制 就是四对的等位基因 所以如果这个显性的基因越多的话 身高就越高 所以你看 四对全部都大写的 拿到显性基因 所以最高 那最矮的话 就是四对 全部都拿到小写的隐性基因 最矮 所以身高 由高到矮 是一个连续性的常态分布曲线 那如果说两个中型身高的夫妇 每一对各拿一个显性 所以他们出生的小孩 也有可能都刚好拿到 大写的显性基因 比较多 那当然就比较高 或者刚好分配到比较多的隐性基因 那当然就会比较矮 所以父母身高高的 有可能生出更高的 或者比较矮的 那父母比较矮的 也有可能生出比较高的 但通常 如果父母都比较高的话 代表说 他的基因里面 身高的显性基因比较多 当然生出的小孩 有比较高的几率 他的身高 会比一般的小孩还要高 因为父母本身 显性基因就比较多了 智商也是这样子 好 在第六点 我们讨论一下 多基因遗传 跟负等位基因的差异 这个要注意一下 所以负等位基因的遗传